甲体龙胸真的是越大越好 我们说这个甲体我们选择甲体 大家都说我们为什么别人可以选择很大的甲体 我就必须选小甲体啊什么的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的甲体一定要是根据我们自身的身高 体重胖瘦胸阔的这个宽窄 还有我们这个乳房基底的数值 我们要根据所有的这些数值来确定 我们甲体的一个最适合的最大的一个极限 那么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年龄啊职业因素 这些都是因素 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个因素来决定 我们适合放一个什么样的甲体 一般来说我们经过测量以后 我们会跟患者去商量 商量你最大能放多大的甲体 在这个数值以内 比它更小的甲体都是可以放的 但是呢如果要是超出了 你所能承受你的胸部或你的身高体重 能承受的这一个甲体的大小超过的话 我们的甲体会出现什么情况 可能会出现我们会跑外跑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胳膊的液前线是甲体的最边缘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甲体超过液前线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一个甲体跑到了液液的正中线 在这个地方 那么会不会非常的机型 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说甲体并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